這種東西也是感染出來的 我們做的,我們沒有再期待它有什麼對的,有什麼 真的是左手做的,不會讓右手知道 左手自己也忘記 所以一旦說你是這樣,你在做什麼?你去做什麼? 那我實在不是,以前看到什麼會 一定要立碑,一定要立什麼 有一點,哎呀,就不要講了 所以我們在談到的隱形文化,它是被支配者 但是它沒有辦法,像台灣人沒有辦法直接 它只好是一個地下化,但它的主體還在 還有它的主體性是存在於特定的信仰之上 像台灣人最主要在馬祖 被清朝利用導致到整個破產之後 就變成什麼你知道嗎? 陳永華就設計了王爺信仰 直到1818年才現身出來 新的台灣新的,期待馬祖信仰 但是那個時候台灣的在官方的推廣之下 已經變成普遍性的馬祖信仰 台灣會有馬祖信仰 純粹是因為施朗的大事提倡 台灣馬祖信仰可以存在 純粹因為是有政治控制 或者啦,那個馬祖信仰今天還能不能存在 接著呢,我們所謂的文化是什麼呢? 第四個特徵 自身的歷史文化的解釋權 從來都操控在統治權之下 第五個特徵 第五個特徵 土地倫理自然文化的議題 最受踐踏以德 形成在自家土地上 絲鄉有鄉愁 這個話很吊詭喔 在台灣島上施台灣的鄉 為什麼?一向被隔離 幾世前一向操控在別人手裡 然後第六個特徵 何人創造何人實踐 知識分子實踐 常美實踐 以至於這一些基層 永遠不知道為何而戰 空有慈悲美德 卻欠缺大智慧 欠缺集體智能 無法履行社會正義 哇!這一句話可能要花一兩天來解釋 為什麼台灣人都那麼好 要想好 十個台灣好人加在一起 變成二十件壞事 仔細思考 那麼多好的人集合在一起 卻產生壞的事 為什麼? 最佳的無功用型的 了不起的人格 卻是始終沒有辦法 變成社會正義 讓我繼續活下去 我就是要把台灣的這個總體問題 跟台灣正面的東西 不斷地先揚 維護台灣人 維護台灣人應有的自尊格局 對 台灣人沒有那麼狹隘 他真的是一個太陽文化 只是歷來被孤明化 被醜化 被造成 為什麼? 把你靈魂摧毀 把你信仰打擊 把你引以為生 以為這個 作為一個個體最有那個的切斷 中樞神經把你切斷 扣扣什麼? 最主要學術界在抄刀 唉 這個是真的 那麼台灣的人格跟精神 這個只是摘要 我沒有辦法在這裡 那個 真的要慢慢一個一個故事來點你 你才能看得出來 台灣人中小灣 所以我們要涉及到 整個 那到底台灣的文化傳承 我昨天就是講了一個 家裡就是一個 客廳就是 好 我客廳還沒有把真正的內涵 告訴你 在一個主要的 你拜什麼的挖個神都可以 後面是觀音 對不對 本體對不對 接著 在神舟的右側是什麼? 審竹白啊 你們知道審竹白啊什麼意思 所有的審竹白啊 你拿來 基本上就是 怎麼寫 審 什麼什麼 某某這個 會 父親 母親 或者是祖父 祖母 什麼名 對不對 他一定有一個審 然後什麼什麼是靈位 對吧 那個字 為什麼用審 好有意思喔 還有審竹白啊 代表什麼意思 我一開始審那個文章給你們看 不是就用這樣諷刺嗎 911 這個 311 這個之後呢 電視訪問 媒體訪問 你只有最短暫的災難發生了 你可以搶救三樣東西 你會搶救什麼 其中一個師爺 回答是審竹白啊 鄭成功的太太跟鄭成功 從來就那個原背不好 沒有感情 不在一起 但是呢 有一次清兵打下來 鄭成功的太太自己住一個地方嘛 他的首將都跑光了 然後清兵已經兵臨沉下了 這個他的太太姓董 董 董事啊 做什麼事 唯一拿的 他有一大堆金魚財寶 通通沒拿 只有拿審竹白啊 所以鄭成功覺得 欸 不一樣 從此對他特別的 後來他是整個鄭世三代王 王朝裡面 鄭成功很快就死了嘛 來台灣不到半年就死了 那他就是他太太整個在做一個judgment 因為他是四大體的人 但是在個人情感在整個當然是很 那也是一個悲劇啊 所以這個神主牌代表什麼意思 各位 這個彰顯 你每天為什麼成婚在拜拜 先簡單跟這樣說 這個已經印給大家了吧 對不對 我Email給大家 你在拜 每天早上在拜 就是說 作為一個個體 我點這三支箱 我要了解 聖宗追嚴 我要追到我的靈魂所來處 哪裡 父母生某之前誰是我 生某之後我是誰 挪刹三太子在除掉這些意識 除掉這些妄想 回到也就是一個終極原鄉 我的靈魂之首來自 台灣人的靈魂分為三大部分 靈魂破 人死了 靈魂死了 就是由扣包裹著靈跟魂 在空中遊蕩 人死的時候是這樣 這三個詞問 那接著呢 到這什麼 這大靈 康死了 剩下 魂包裹著靈 到這對妳 魂消失了 剩下靈 灵还要飘荡两年 到这三年的时尊 那个时候灵才归到新族牌 所以你要知道 人死了就要经过三年 你的名字才可以写在你家的神族牌 这个道理是根据灵魂破 这三个东西 所有的人家里都有神族牌 没有人知道神主来在讲什么 为什么 每天早上要拜就是说 我是灵魂破 我的灵这个灵是终极来源 就是神佛的地方 这个神佛的地方包括就是 不管你是耶稣天主 或者是释迦牟尼 或者是我们终极灵性所来自 我每天早上在拜 这个灵分出来透过我的祖先 后供考我的父亲跟母 父亲母血结合成为今天 作为一个有个性的人 我是来自我的DNA 是这样的祖先系统 我的灵界的来源是来自更深远的 我的跟中级之处这样过来 我每天早上这么三度香 就是要提醒我 作为一个现在有个性的人 是我的父母 是我的祖先 我的祖宗 这个一系列写下来 而加上这个灵 成为一个有个性的我 所以叫做写 这个我每天晚上早上拜 就是要看看 考看看我的行为 我的思想 我的所有一切 跟我的父亲比比看 我有没有五路门通 跟我的母亲比比看 比啊 比比看 我有没有电路的家风 我有没有背负我母亲 对我的阴阴期望 你知道每天早上晚上在拜 圣宗追缘是在追这个 更追到我的灵界的终极来处 以归处 接着我们来看看 每一个神主牌有一个机咒 那个机咒就是 风禅台的台 什么叫风禅 为什么禅宗坚持 一定要用禅宗 本来有六个万语的名字 一定要用禅 这个禅宗在中国历史来讲 最重点是什么 在遥顺宜之前 中国是非常多的部落小坨 然后要共同推一个共族起来 叫做禅浪政治 善浪政治 有没有 这个善浪政治是怎么形成的 由大家推一个共同来当皇帝 代表大家 那他要当这个登基 当这个皇帝之时 必须要经过一个风禅仪式 这个风禅仪式叫做什么 在泰山祭土为风 除地的禅 也就是说 他要做这一个拜天地的拜神的 这个禅的时候 先要挖土 然后做一个禅出来 做这个禅出来以后呢 在上面 皇帝在上面祭天 所以要挖土 就是除禅 就是除掉的意思 禅出 然后祭土为风 进行这个仪式叫做风禅 这个祭台的文化不是中国源流 而是在两河流域 你们去看看古老的以前的考古 林存生还是谁 那个谁 这是埃及啊 等等啊 这个西亚文化 风禅台 后来叫做昆仑文化 在座有没有这一方面的人 有没有 没有 这是比较偏批一点 那中国是把这个东西缠了过来 所以当时是代表什么呢 代表 因为中国当时那么多国家 地理有差异 言有差异 度量能都不一样 各国利益条件都不同 每个人脾气也不一样 小国一样 那你要选我当做一个共主的话 也就是说 要禅除掉各国的差异性 各式各样的差异性 寻求最大公约数 而我就是代表那个公约数 代表各位行使一个一统的一个观念 因此我要变成一个皇帝呢 你们就必须要除掉 各国的地理差异 文化差异 教育差异 经济差异 地域差异 什么什么种种差异 所以禅除禅除 我们那个行主白啊 这个台就是洗这个意 你每天早上晚上在拜 记得 我们要除掉个人 乡亲朋友 台湾人本来叫化 拜祖宗在拜这个终极的灵 你知道吗 为什么到今天 我们被看成说 有时代是一个迷信 是一个花歌呢 而这样的文化 而这样的文化 为什么台湾人不把它讲出来呢 然后什么时代 又被只是弄成一道堆 炒炒啊 洗竹白啊 那基本代表的 从你家庭的客厅 我相信从昨天到现在 你应该有一点清醒啦 台湾的属灵境界 在整个是祭祀圈 所谓的庙宜 然后庙宜的简缩板就是家庭 家庭的简缩板又浓缩到 一个神主牌跟神明之间的关系 再到个人提醒每一个人 常常的linkage 连结起来 而这个东西 你不谈 你社会公民 你不讲 你要教什么 然后对灵魂的这个分类 全世界的人 有像台湾这么精致 分成灵魂破的吗 不然做那些仪式 你仅仅说 那些都人信 那些读书 才公在那里 为了要贪钱 欧白说 最最可恶的是 为什么我们到现在 我们的所谓民俗研究也好 什么学术宗教学术研究也好 始终不肯讲出他真正的哲学内涵 思想价值的底应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台湾的这种精神里人格怎么形成又怎么被 你要知道像这个在拜拜的这个牌子啊 就是告诉你禅宗就是禅楚守宗耶 连宗派都忘掉耶 那他的终极目标昨天已经一再强强调了 所谓的唯摩戒 首说经的成绣 菩萨八大法的前面三大法 劳益众生不忘报 带众生受之烦恼 所作功德尽与失之 所所作的不要让右手之知道 所有他的宗教形式已经进展到 没有宗教形式无中无是的这个宗教道德法规善良等等 你想想这样的根迹 我们后来接下来的课程只讲一个重点 那你讲得到的那么好 根迹的原理是什么 那我们叫做观音法理 昨天也稍微点够 但是大后天还是会再把他讲得稍微破车一点 我只能用 像昨天我只是用最简单的台湾人 夹扣鱼 所有的东西就是试验 这些东西 这句话里面看似平常 因为太平常了 所以没有人在乎它 就像我在讲水一样 水是整个生物里面最重要的食物 像这样的构成 好 这个按下 接着第五部分我谈到 觉醒跟潜障 公司里面等等 什么这个都不要再重复了 圣山跟属灵的 什么叫圣山 人 人